大家好 我们今天在延安早园革命就职 我身后这座雕塑 就是著名的五大书记 毛主席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任彼时 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选举出了五位中央书记处书记 史称五大书记 是从1945年一直到今天 建国初期我党最核心的领导层 大家看 后面那座房子 就是五大书记之一 任彼时当年住过的地方 我们过去看看 任彼时是在1944年春天搬到这里的 一直住到1947年三月离开 住了三年的时间 这是任彼时办公的地方 只有一张简单的桌子和两把椅子 这边还有两个简易的沙发 这在延安已经是不错的待遇了 墙上这张照片 就是任彼时的标准项 非常温厚 绰号叫党内骆驼 比喻他任劳任怨的品质 但可惜的是 任彼时一直身体不好 在1950年10月27日就病逝了 年仅46岁 对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这边的两张照片 是任彼时和毛主席朱老总 在延安时的合影 这边是任彼时休息的房间 只有一张简单的木头床 墙上照片 是任彼时和夫人陈从英的合影 还有任彼时在延安打猎的场景 这个还是很难得的 第一次听说任彼时还喜欢打猎 这边还有一张照片 是任彼时和夫人孩子的合影 任彼时共有四个孩子 其中只有一个儿子 叫任远远 是我君大孝 但可惜跟父亲一样都不长寿 55岁就去世了 这边还有个任彼时在延安的图片展示 进去看看 任彼时1904年生于湖南密罗县 23岁就成为共青团中央总书记 后来还担任过八路军政治部主任 中央秘书长 于1950年病逝 年仅46岁 叶剑英曾评价他说 他是我们党的骆驼 中国人民的骆驼 担负着沉重的担子 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 没有休息 没有享受 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 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 是我们的模范 下边就趟了